第四節 回到第三節了 如果從時事來說 我們發覺今年有一個很嚴重的能源危機 這個能源危機可不可以透過一些新的燃料去解決呢? 事實上 大家在這幾年都很講那個碳排放 或者是那些叫做可持續發展 或者是可持續的能源這些問題 有這麼說 你看到很多西方發達國家 他們對於追那個減少碳排放的目標 也都真的講得出做得到 如果你放一個表出來 看看最近30年的不同國家 他們那些碳排放的壓抑的程度 你發覺大家都能夠將它咬下去 減少了碳排放 唯獨是有些發展中國家 或者有些其實已經發展得很好發展 但是死亡還想繼續做發展中國家來吃盡的那些國家 他們是繼續增加碳排放的那樣 其中就是說 你要去減少碳排放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想到很多方法就是 我們譬如用可再生能源 這個講了很多年 但是其實近年有個發展就是說 我們知道可再生能源有個限制的 就不一定能夠填補到我們那個能源的需要的 那麼我們就說 會不會我們可以做一些就是說 本身不是可再生能源 但是我們將它用得很乾淨 那麼我們譬如上一兩個星期講的就是說 在英國 甚至挪威這些這樣的地方 就是已經在想著去一個妥善處理 燃燒這個天然氣出來的氧化碳 就將它埋葬回去 另外有一些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搞電動車 其實就是說將那個發電的過程 就擺在 就不是將那些發電之後的炭那些東西 就亂丟去大氣裡了 因為如果你燒汽油的時候 就有一條死氣喉的 那麼燒出來的那些溫室氣體 就去了大氣的了 但是如果換了電動車呢 那你有什麼污染運呢 就基本上在發電的過程裡面 你處理了它 那就算了 那麼另外 於是乎有人再會想 就是說 可不可以想氫能源呢 因為我們知道呢 氫氣去燃燒是會爆炸的 但是呢 因為它的燃燒過程非常激烈 氫和氧的結合出來的就是水 所以我們就想 哇 出來的東西是沒有碳的 因為氫本身就不是帶碳的 什麼時候才會出氧化碳呢 就是碳氫化合物燃燒 有氫又有碳出來 所以明年又會出水氣 又會出到二氧化碳 但是氫本身是氫就氫了 不帶碳呢 它燒起來就只是出水而已 不會有任何的二氧化碳 所以呢 發展這個氫能源 也是其中一個的路數 問題就是說 你怎麼去產生那堆氫 是不是用一些叫做可在生能源的辦法呢 那這裡就是有 當然有一方面的研究 但是呢 現在呢 台長你又找到這個資料 我覺得都挺值得說 就是說 其實是 好了 我假設現在就是說 我有辦法去用一個很乾淨的方法 產生那堆氫氣出來 但是我怎樣去將這些氫去好好的去運用 去燃燒來幫我們去 去整成一個發電機 或者是摩打 怎樣都好 因為譬如你有一個能源在這裡 你就可以將它拿來推動一個渦輪 然後幫你去做發電 又或者你直接就是 好像將它變成一個燃料那樣 來給交通工具去用 那現在甚至我們聽到就是說 有氫氣車的測試 在市面上行走 很多國家也都在研究 但是譬如說 你弄一些氫氣出來 譬如我假設由這個太陽能 我就不是直接用太陽能發電 我就總之由太陽能弄一些氫氣出來 或者由其他的方法 我產生到氫氣出來 然後用氫氣發電的時候 那我怎樣去設計一個 正確的一個發電機組 來去發電呢 那原來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 那所以呢 我又覺得原來有些科學的東西 可以值得去跟大家講 我想後面那個都很複雜 因為你不知道剛才你還叫引擎呢 是啊 你叫引擎來的 Turbo來的 Turbo來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你就算開車你都知道 你不是每個引擎都適合用柴油的 你柴油有 就是你的引擎是可以用柴油的 還是用那個普通的氣油的 甚至乎你石油氣的士 那你就要用石油氣了 就是你用不同的燃料 去因應那個燃料本身的性質 來設計它的內燃機 那所以呢 你很容易想像就是 如果我現在用那個是氫氣的時候 你就用一個專門氫氣的內燃機 來做我的氫氣的摩打 那也不難想像就是 如果我現在用氫氣發電的話 我那個氫氣 怎樣去推動那個氫氣 那其實是怎樣去做那個摩打 然後再幫我去推動那個發電機組 那其實這些是原來不簡單的 是要重新設計的 那這次就是一個日本的研究小組 那應該是原來30重工是有份去參與的 那這個研究項目也都真是 主要是由日本去試 我們怎樣去發明一個 燃燒氫氣來發電的一個摩打機組 好的 但是這篇文就講明它是一個廣告來的 不過我相信裡面有足夠的科學的 理上的論據去度為一個科學生物去看 或者剛剛打算說下去 如果這個做到的話 其實跟現在我們在使用的能源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在使用的是比如",所謂,F inspirational fuel JUDGE Timing 就是花石能源 但是因為近年這個是Tesla 就是電動 但是這個氫氣是甚麼 我們從來都沒有試過 這樣說吧 如果你說那些氫氣的車 我們現在也會有的 但是你要講到整個發電機組 你當然不是一個小小的就算了 你要將整個機組去scale up 變成一個有很大的發電效能 一個這樣的機組 那麼問題就來了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如果我們燃燒汽油的話 除了出這個二氧化碳和水氣之外 其實都會出一些 如果它裡面有雜質有硫的成份的時候 就會出二氧化硫 另外因為我們是要混合空氣來燃燒它的話 空氣裡面是有氮氣的 就會有機會出一氧化氮二氧化氮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需要被處理的 原來燃燒氫氣的時候 也有一個我們想不到的問題 我們自己寫下的那個化學方程式 就是氫加氧就出水了 就是這麼多而已 但是在實際上的運作的時候 原來我們將空氣 混合氫氣去燃燒 其實你只不過想要空氣裡面的氧化而已 但是因為空氣裡面同樣是有氮氣在那裡的 那外面的問題就是說 你就會出到一些氮氧化物這樣出來 那這件事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它那個氢氣它燃燒的時候 這個激烈的過程是可以將一些氮氣扯爛的 就是你在一個能量那麼高 一個好像爆炸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產生了很多你不想要的東西 就會有一些氮氣扯爛了 就跟氮氧化氣體似在一起 那這是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說那個氮氧機組出來就少一些污染啊 那其實就是這一次 這些日本的工程師他們需要處理一個問題 那但是那些氢氣在哪裡拿呢? 他這裡就說了 他就沒有什麼討論你的氢氣怎麼產生的 他就純粹解釋了工程上的問題 就是說你氢氣怎麼拿來去做一個發電機組而已 我們現在有的就是天然氣的發電機組 但是我們都會問天然氣怎麼來 那就是在那個地下挖出來 蒸漏也出來了 那現在他都是說 總之我幫你想好了發電機組的問題 但是氢氣怎麼來呢? 他就說基本上一定要用這個可在生能源的方法 如果不是整件事就沒有意義的 是啊 其實就算說你石油開採 天然氣裡面有一部分都直接是氢氣來的 不過那個量就很少 那另外其他過程裡面就是 不知道啊 可能是 你有一些的太陽能的方法 這樣 那你如果太陽能那個 就是這樣說 如果我有太陽能 為什麼要把太陽能去做氢氣 然後才去發電啊 有一定的原因是需要的 因為氢氣始終就是一種化學的形式 幫你儲存著你收集到你的能量 你可以儲存著去用 將它藏在一個地方 傳去別處用 譬如有一些地方陽光不夠 但是他都希望能夠拿到太陽能的話 那他就在一些其他太陽能充足的地方 他做了一些氢氣出來 將那些氢氣傳輸過來的這個地方用 於是你就間接地都用到太陽能了 於是就是說氢氣在這裡的角色 其實是一種能量 一種再生能源的載體來的 我就會說 為什麼我暫時不理會那些氢氣怎麼來的這個問題呢 這樣他就暫時關注了工程上的問題 不過如果做到這步已經很厲害了 不過如果現在你說的 我檢查了原來很多 很多這些交通工具都可以用氢氣的 只不過現在是未到也有大量的生產 是啊 它一來就夠乾淨了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說 它燒起上來爆得厲害 其實你說那些氢氣最難駕馭的地方就是 它輕的 燒起上來爆得厲害 就是有一個類似的比喻 可能大家都會明白的就是 我們去控制這個核分裂 我們也有辦法控制 於是我們弄到一些核能發電廠 就是用核分裂的那種方式去拿去那個核能 但是核聚變能源 那些這樣的氢彈爆炸出來的能量是厲害很多的 你怎麼去控制到它 來到你可以拿到它裡面的能量 其實是一種很高的技藝來的 那不要說到它那些核子反應 就算現在你普通流行的化學反應 燃燒反應 都是比起你燒的那些天然氣 是難控制難駕馭的 它每一下爆得厲害 你的量多了一點點 它就爆得厲害多了很多 就是對於你的內燃機 你去噴注的要求的準程度 以及能夠承受的穩定程度 那個要求是會高了很多的 所以呢 就是這幫工程師 他們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可以從那個科學 就是從那個氢氣的性質 以及那個氢氣爆起上來的時候 它就太過容易產生很多淡氧化物 那這裡就讓他們 就是會令他們出了一個 去做這個氢氣機組的挑戰 那後面我看到很搞笑的 是有這個氢氣推動的單車 那實際上就是等於電單車 是 不過你就有個能源帶了在身 但是你知道隨身 這些就是說 隨身帶完這堆東西 其實可以很危險的 就是一爆它就爆得很厲害的 你真的等於背著炸彈在身上 所以現在這麼久都沒有補給了 但是最後我想問你就是 在自然界裡面有沒有燃燒氢氣的具體例子 自然界裡面 因為這麼說 氢氣呢 你如果要自然界形成 去走出來燒給你看 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它本身很輕 有的它都基本上升走了 你不會說看到在某個地方累積了 然後它就燒給你看 爆給你看 但是反而在人的工程上 其實有一件事我們很記得的 311福島事件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它的基組爆炸 它的基組爆炸不是那些什麼核燃料爆炸 而是那些核燃料 它那些放在冷卻水裡 那些燃料棒本身就有很多金屬在那裡 那些金屬放在那些高溫的水裡 其實就會出一些氢氣 就是我們小時候也聽過的 金屬放在水裡 其實基本上都會出一些氢氣出來的 如果放在那些酸的那裡 那些氢氣出得更厲害 那些氢氣就會在那個 發電機組裡面的一個範圍裡累積 然後你一碰到火 一高溫就會爆 那些就會輕爆 那些就是我們 如果你說在我們記憶之中 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大範圍的氢爆事件 就是反而是覆到那個事件 那我記得以前不是有氢氣球的嗎? 那當然啦 這個再遠一點了 你真的進一個氢氣來升起那些人 那個爆炸就這麼瘋了 埃及哥哥哥哥就試過了 如果你說那個人 如果現代一點的那些 就不是氢氣球來的 你最初代真的想載人飛 就用一些氢氣 但是現在其實很多時候是一些害氣 就不會說怎麼用到氢氣 但是如果你那個害氣的氣球 那些熱氣球 就不一定甚至乎不需要用到氢氣害氣 你普通升上去的那些遊客 那些純粹就是一堆普通的空氣 你加熱了去變成一些輕一點的空氣 那個就不關氢氣氧氣的事了 你說現在那些現代遊客 坐的那些熱氣球 有把火的那些 就不關氢氣害氣的事了 但是如果你是密封的一個波 甚至乎天文台去觀測天象 放那個波上去的那些 或者在遊樂場裡面 就是升了一個人上去的那些 那通常是用害氣的 是 因為氢氣就比較難了 好 好了 這次有幾充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